2月9号下午,在成都市心理健康中心圆形草坪中央 医务人员、志愿者和几位年轻患者一起围圈而坐 开展动物抚慰团体治疗 记者看到,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两位狗医生的出现让现场氛围逐渐升温 走进圆形草坪的两只狗狗,先是和每个人打了招呼 他们用鼻子仔细挨个嗅了做着人的气味 随着游戏的进行,两只狗狗和每个人都进行了接触互动 年轻患者们言语越来越丰富,欢笑声此起彼伏 据了解,两位狗医生是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的特约医生 经过专业考试和港前培训,获得了相关的上岗资格证书 数据显示,目前成都约有60多位这样的狗医生 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 尽管如此,对于这些狗狗的需求量还是很大 但数量仍然非常缺乏 养宠家庭,就是他首先他可能会初步评估一下 觉得自己狗狗性格很好 然后他也非常愿意做公益活动 那他就可以为他的狗狗报名这个狗医生考试 在考试的现场呢,也会去看一下狗狗的性格 就是他是否适合做狗医生 但一切考试的原则的话 就是我们一定是尊重动物福利的 尊重狗狗天性的 我们不会特地去训练这只狗狗 就是说为了训练它去服务到人类 然后这样去改变它的很多天性 所以这个狗狗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就是它的性格 就是它的很适合做狗医生 OK,那它就成为一名狗医生 来当我们的狗狗志愿者 护士王韵璇告诉记者 经过学习和摸索 他们发现以儿童和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 动物抚慰治疗 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狗医生不是单纯陪玩 它在捕捉患者情绪方面表现尤为出色 据悉,治疗会融入虚实团体 绘画团体的方式 引导患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画出自己的图画 进一步鼓励患者表达自我 医生、护士、心理治疗师 会穿插着坐在患者中间 及时回应和鼓励患者的每一次自我分享 让患者觉得自己被接纳、被看见 情绪障碍中心负责人陈佳佳表示 动物抚慰团体治疗 是一个持续完整的流程 除了狗狗参与外 更需要医生们的整体把控 通过抚摸、陪伴、互动 患者会在不知不觉中打开自己的心扉 医务人员会找到沟通的突破口 与患者逐步建立起信任关系 帮助后续的心理治疗 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心理治疗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就是跟我们的患者 尤其是青少年患者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治疗关系 可能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就是把这个动物抚慰治疗技术 用到了我们这个团体心理治疗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你看狗狗它是一个非常亲人的动物 即使是面对这个陌生的人 它也会非常的就是快的 跟你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 尤其是青少年的一些情绪障碍的患者 包括成年人的一个抑郁的一个患者 他会就是可能通过这一次的一个治疗 哪怕是短短几分钟的一个互动 他就可以开始给我们聊一些 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故事 目前的话已经帮助了 接近40名的一个患者 然后在患者和家属里面 是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好评